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九十篇十四节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亲爱的小朋友 老师很替你们高兴 因为你们这么小 就能知道福音认识上帝 以前的时代没有网记网路 更不用说什么小羊点心铺了 如果身边没有基督徒的朋友 那连教会里面长什么样 耶稣是谁都不知道 更不用说 天父透过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救恩了 当我们知道福音 认识十字架的救赎后 才能真正了解 原来有一位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上帝 愿意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 并随时帮助我们 认识上帝以后 我们就能把所有的困难 沮丧 难过都交给他 然后 他要让我们被神的爱充满 能够活在喜乐与满足中 所以是不是越早认识他越好呢 所以老师才替你们高兴呀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诗篇九十篇十四节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诗篇九十篇十四节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让我认识你 我要把所有的重担交给你 并开开心心的 活在你的爱 以及暑天的喜乐中 感谢祷告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